第四十二章 头颅 救救我 救救我 飘渺的 阴冷的呼救声回荡在耳畔 像是来自地狱里的呼唤 许其安现在的修为和眼界 害怕导不至于 只是觉得这呼救声未免太阴间了 同时 求救声让他想起了 当初在桑博时听到的 来自神书的同款求救 不过两个声音并不一样 救救我 救救我 求救声不停地传来 缭绕在耳畔 但其实声音是直接传入脑海 类似于传音 并不是真的发出声音 许其安绕着菩提姆树走了半圈后 锁定了树后的某处 那处地方垂下帘子一般的树藤 挡住了粗壮的竹竿 他伸出爪子 拨开厚厚的树藤 看见了菩提树的竹竿 也看见了竹竿上印出一张脸 遍布皱纹的脸 能看出是位老者 这张脸的五官 与塔林老和尚大体相似 细节上略有不同 悬在许其安头顶的浮屠宝塔 嗡的一阵 接着 他耳边响起塔林老和尚 激动万分地呼喊 主人 主干上的老脸 神情呆滞 宛如平平无奇的雕刻 难难重复地传出一语 救救我 救救我 还真是法际菩萨 他怎么会在这里 肯定和阿兰陀中的这位超频有关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其安伸出爪子 按住法际的脸 感应了一下 只剩一缕残魂了 他这句话是对塔林老和尚说的 塔林老和尚无法离开浮屠宝塔 但身为现在的主人 许其安能感应到他悲伤的情绪 你有什么办法吗 许其安问 他虽然修行心骨 但心骨只是原神领域的一条分支 面对眼前的情况 他无法提供思路和想法 塔林老和尚隔了片刻 才初步稳定情绪 传音回复 我可以用大智慧法相 暂时让他恢复神智 后续能不能修补魂魄 需要到门超凡强者的帮助 但就算修补好魂魄 多半也不会恢复记忆了 因为法际菩萨现在的情况 那些魂魄多半已经灰飞烟灭 即使修不好 也和以前不同了 相当于一个带着些许 过去记忆的新生者 希望他还能残留着部分记忆 许其安点点头 开始吧 浮屠宝塔震落金色光辉 塔顶冲起一道低眉盘座 双手拈花的法香 脑后是一轮七彩绚丽的光轮 光轮首次正向转动 宛如彩虹的光芒化作长桥 接引主干内的法际菩萨 让他沐浴在智慧的光芒中 法际菩萨呆滞的面容 肉眼可见的灵动起来 幻散的目光渐渐恢复神韵 他先是注意到眼前这个没有毛发的大雄 接着看向了浮在半空中的浮屠宝塔 是你呀 我在哪里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在雷州封印神殊残枝吗 法际菩萨出于本能的 问出这两个问题 主人 浮屠宝塔的声音再次变得激动 略带些许颤抖 你失踪三百多年了 这些年里 佛门便寻不到 原来你在这里 这是哪里 法际菩萨再次问道 塔林低声回答 这里是禅林 佛陀闭关之地 你 你在菩提树里 只剩一缕残魂了 法际菩萨愣住了 喃喃道 禅林 菩提树里 禅林 菩提树里 他一遍遍地喃喃自语 给人的感觉就像挤身已死的行尸走肉 需要人点醒 许七安顺势问道 法际菩萨 还记得你自己遭遇了什么吗 法际菩萨脸旁扭曲起来 声音变得尖锐淒利 佛陀就是神书 神书就是佛陀 是他吃了我 是他吃了我 佛陀为什么要吃你 许七安急忙追问 法际菩萨没有回答 癫狂又凄厉地叫道 他不是佛陀 他不是佛陀 塔林老和尚的感受 许七安不知道 但他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鸡皮疙瘩略有凸起 他是谁 许七安大声问道 法际菩萨的叫声缓缓停歇 那张凸起于树干表层的脸 再次变得呆滞 一语声传来 救救我 救救我 塔林老和尚的声音 从塔内传出 带着悲伤和寄疗 时间到了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劳烦抽出他的魂魄 送进塔中瘟养 说话间 玲珑小塔的塔门敞开 一抹流光抛出 在许七安掌心 化作一面残缺的青铜镜 熊爪握住魂天神镜 对着法际菩萨一照 雕刻在主干上的面容 被一点点的抽出 这个过程中 许七安本能的扩散思维 开动脑筋 佛陀是神书 这和之前得到的情报一样 佛门这么多菩萨 为什么佛陀要吃法际菩萨 他不是佛陀 是因为法际菩萨发现了这个秘密 还是另有原因 阿兰陀内的超品不是佛陀 又会是谁 糟糕 神书尽震魔剑了 阿兰陀 主风 加罗树菩萨从入定中苏醒意识 睁开眼 第一个动作是捏起不动冥王印 然后才放心地扫尸周遭 在这位菩萨眼里 此刻的阿兰陀 万事万物都充满了佛性 就连一株树 一块石头 一寸土 都具备着身后的佛性 散发淡淡佛光 这是大日如来法乡造成的 佛光普照之处 便是佛国 在他醒来的同时 近在咫尺的阿苏罗也苏醒了 这位叛徒二话不说 一个藤月 迅速拉开距离 加罗树没有追击 保持着捏绝姿态 他还没看到许其安在哪里 更不知道神书是否在旁虎视眈眈 神书不见了 这时 他听见了琉璃悦耳空灵 但缺乏感情的声音 加罗树这才撤回不动冥王法乡 脸色冷俊威严 起身缓缓扫尸身后 视线里 是一具焦黑的人形 保持着前奔的姿势 从焦尸手里握着的郑国剑来看 是许其安没错了 没有生命气息 死了 加罗树收回目光 注意到琉璃和广贤的目光 不在许其安身上 而是盯着某处 那是一排巨大的脚印 漆黑出游 可以想象主人是忍受着痛苦的炙烤在前行 脚印消失在阿兰陀深处 神书去镇魔剑寻找他的头颅了 加罗树心里一动 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腿部肌肉膨胀 爆发出强劲的动力 弹射向许其安 琉璃菩萨趁势展开无色琉璃领域 黑白的领域如水一般贴着地面蔓延 所过之处 一切褪去色彩 化作黑白 咔咔 广咸菩萨头顶升起金属转盘 代表人字的范文亮起 转盘核心的万字 正面对准许其安 那些逃走的超凡暂且不管 他们要先合力解决掉 这位威胁最大的一瓶武夫 然后前往镇魔剑对付神书 镇魔剑 无头的神书散去法乡 来到深渊底部 站在洞口 神书体表遍布焦黑 渐渐凝上一层薄薄的冰壳 镇魔剑温度极低 凡人身处其中 呼吸一口 肺部就会被冻伤 此处静得可怕 一位僧人都没有 仿佛是极寒的地狱 神书没做犹豫 抬脚进入地窟 他步伐坚定 不快不慢 不多时 便听见黑暗伸出 传来悠长的呼吸声 一阵阵冷风扑面而来 宛如巨龙的吐息 神书抬起手指 引燃气机 火苗扑地窜起 驱散黑暗 照亮周遭 他看见了四周的情景 这是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山枯的石壁 是嫩红的血肉 遍布着血管 正有节奏的起伏 宛如心脏跳动一般 在神书的正前方 那块血肉石壁上 镶嵌着一颗头颅 这是典型的修罗族外貌 脸型方正 高鼻 嘴唇不厚不薄 没有眉毛的眉骨突起 看起来极为鹦鹉 想来在修罗族中 也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 呼吸声正是这颗头颅发出的 头颅潜入血肉中 生长在血肉中 准确地说 呼吸声是这个庞大的怪物发出 你来了 头颅睁开眼睛 冷漠无情地望着神书 你不该来 头颅再次开口 声音低沉 夹杂着叹息 前后两个声音 情绪波动明显 似乎并非出自一人 后开口的声音继续到 他等这一天 已经五百年了 接着 头颅冷漠地说道 准备好回归我的身体了吗 后开口的讥笑道 回归 是永生永世的镇压吧 五百年过去 你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前一个声音冷漠道 你别无选择 神书的躯体怒道 闭嘴 老子今日就带他走 谁都留不住 他大步奔过去 双手抱住镶嵌在肉臂里的头颅 用力拉拽 肉臂顿时被拉得变形 但头颅依旧牢牢嵌在其中 以神书的怪力 竟然没有把他拽出来 喝 肚脐眼裂开 发出一声大喝 周身肌肉瞬间炸起 气机在经脉里滚滚奔涌 充盈澎湃的力量 全力之下 嵌入血肉的头颅 这才一点点的被拉出 一点点的脱离肉臂 就在这时 四周的石壁突然活了过来 剧烈如动 石壳花花坠落 剥落石壳后 依旧是嫩红的血肉 整个洞窟 仿佛是某个庞大生灵的内部 肉臂疯狂收缩 且延伸出一条条触手 缠向神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